首先跟我們今天的話要介紹的是一個叫Price的雲端簡報 那事實上其實大家平常原則上用簡報應該只有一個選項吧 叫做微軟的PowerPoint 請問你有沒有用過別的方式做簡報 PDF也可以做簡報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用Face做也可以也沒有人做不行 只是你可能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其實現在慢慢的有蠻多線上簡報的服務出現了 Price算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那麼在台灣用的現在有慢慢增加的趨勢 在國外現在用的還蠻多的 不過對岸用的比較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不支援簡體中文 他有支援繁體中文 很少有廠商這麼大膽對不對 忽略這麼大的市場只需求我們繁體中文 那當然他打中文還是我們會遇到一些小問題 但是在整體的情況上來講 他算是一個比較跟傳統PowerPoint這種一張一張式的簡報 稍微比較不同 他比較類似像什麼新制圖 新制圖 所以如果您曾經用過新制圖這種一些工具的話 他就是一張很大張的 像比如說像我們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手上拿到的那一張就是這個對不對 這個的話就是什麼一張新制圖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構思都想好 那一張圖多大都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在構思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把你所有想到的東西把它先想好 那在我們的Place的簡報就像那樣的方式 就像那樣的方式 那你今天呢 要 進來的時候 你看 我們一般最常見的簡報方法 第一個 就是什麼 微軟的PowerPoint 再來 賈伯斯的最愛就是什麼 Keynote 因為那是蘋果上的 但是他的工作模式其實還是跟PowerPoint一樣 還是一張一張的 那另外呢 當然也有免費的 免費的這個 OpenOffice LibreOffice 他也是都一樣的 類似的 只是他們都是 透過同一個方式 就是一張一張的簡報 那麼我們今天呢 要麻煩各位你來 先申請一下 剛剛有些同學已經先申請了 那麼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的話 如果你用一般的Email帳號註冊的 他的空間是 100Mbps 而且只能線上編輯 還 然後呢 編輯完了 就是一定是公開的 這是內定的 內定的 那各位呢 因為你都有學校的帳號 所以其實 你可以把它升級 只要是EDU開頭 就結尾的 或者EDU.TW 那你可以把它升級為500Mbps了 還是一樣只能線上編輯 但是你就可以設為私人或公開的 因為有些簡報你不見得希望怎麼樣 他就是大家看到 對不對 當然他也有付費的版本 有付費版本 就是 第一個比較簡單的 一個月大概4.92美金的 那他也是一樣 事實上他這個版本就跟我們教育免費版是一樣的 一樣的 那 那更高階一點的版本是你可以有 各位的那個免費軟體裡面有 我有幫你下載下來 有一個叫PrayS Desktop 就是那個桌上版的 因為有的人覺得怎樣 我不想在雲端做 我想要在個人電腦上做完再傳上去 那所以如果你是比較 頂級的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編輯 編輯好之後再傳到上面去 這個是一個選擇 那這邊呢 待會您可以 試看看 先升級 那你在註冊的時候呢 在這邊 如果你有弄好 像我現在上面大概就 其實應該是不只17個 像這樣子 我就會把它 放在上面 那這個 你可以選擇公開或不公開 如果你看到上面是一般像這樣的 這就是屬於公開的 那像有鎖頭的 這就是不公開的 不公開的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好 那今天呢 各位你到這裡來之後 到這邊來之後 你直接sign up就可以了 好 有看到 不用錢的 就是從這邊進來 先從這邊進來 那不管你是用學校的 或是一般的信箱 先從這邊 那申請完 我們再來升級 申請完再來升級 那點進去之後呢 基本的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對不對 first name next name email password 就這樣而已 他不會寄認證信給你 所以註冊完就可以馬上用了 好就可以馬上用 那萬一如果你不是很真心的 也沒有關係 我剛剛在外面進來 你們在外面 我們那個 這個教室進來前面那邊 右手邊不是都會有公佈一些新的資訊嗎 對不對 他有提到一個呢 免費的臨時信箱 臨時信箱 如果你今天只是在玩看看的 你不一定要用自己的帳號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這樣找 那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其實你只要知道一個關鍵字就好啊 找什麼字 臨時信箱 這是可以找的關鍵字 不過通常我都找另外一個 我找這個 拋棄式信箱 你有帶過拋棄式眼鏡 信箱也可以用拋棄的啊 對不對 嘿 你會找這個關鍵就可以找到很多 好那 你有的 你可以指定 拋棄的時間 比如說你要一個一天還是30天還是多久 那我比較常用的是10分鐘的 呵呵呵 對不對 因為其實你去很多論壇啊 或者很多地方 你只是來一下而已 又不是常常要來的 幹嘛 一定要用自己的信箱去呢 這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常常會收到垃圾信 對不對 所以老是用自己的信箱去的 就比較危險 那你可以用這種 比較簡短的時間的 那點進去呢 它就是一個web介面 所以你收信發信都在上面 然後呢 到你指定時間之後 就怎樣 自動銷毀 好不好 那我們就讓各位您先申請一下 等一下 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把你的帳號升級回教育版的 OK 我把他們還給你